美媒开始为放弃台湾来敲边鼓造舆论 这期来说是这个话题 最近几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客不分党派 都把台湾当成遏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不断的派国会议员访问台湾 给台独分子打气 美军更是把准备介入台海作为自己优先的事项 正在准备用武力来威慑我们不要武统台湾 那在将军的实力迅速增强之际 美国政坛就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了 最近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乔森纳·卡威利的一篇文章 揭露美国政坛长期以来 存在着对台湾问题的错误的认知 指出大陆统一台湾并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性的力量 因此美军不应该将台海作为未来作战的重点 不应该寻求与解放军进行决战 而是应该通过别的方式来威慑中国 当然他仍然坚持美国要支援台湾大量的武器 要把台湾打造成豪猪以消耗奖英军的实力 但是他又认为美军不需代价的帮助台湾是不可取的 应该把重点放在保卫日本韩国这样一些盟友身上 以防止解放军在占领台湾之后进攻这些盟友 虽然此人并未明确地说要放弃台湾 但是比起美国政客和智库铺天盖地的这种要保卫台湾的这种口气 确实是退了一大步 众所周知 麦卡瑟当年把台湾称为美国不成的航空母舰 二战时候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 称台湾是瓶子里的软木塞 意思是靠台湾就能够封锁住被日军侵占的中国大陆 这些年美国政府为了保卫台湾想了很多理由来说服美国民众 什么必须防止台湾的半导体技术落入大陆之手 什么美国必须保卫民主 什么放弃台湾会影响美国的信用等等 但是作者认为军事原因恰恰不是美国必须保卫台湾的理由 蒋元军已经拥有强大的太空陆地空中海上网络军事系统 足够探测和摧毁远离大陆海岸的美国 进行盟友的海空装备 不需要通过台湾这个小岛来威胁美国 因为台湾海峡那一两百公里的宽度 对蒋元军的远程打击能力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增加或者减少着的射程对蒋元军来说影响多不大 虽然蒋元军的作战能力在某些方面仍然不如美军 但是已经足以在家门口给美军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 而且中国大陆应有强大的工业实力 哪怕蒋元军的损失超过美军也能够快速的补充新装备 持久作战 这对于美军来说那就尴尬了 在台海与蒋元军开战损失远远超过收益 这对于喜欢算金鸡账的美国人来说相当的痛苦 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多次宣称 他在任期内将努力的避免战争 对台湾的政策主要是让台湾花大钱买美国武器装备 变成逃猪 虽然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保守派的势力 制定了一个极端反华主张武力卫视中国的2025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关于美国国内的政策 由于过于极端而广受批评 特朗普已经站出来与他们划进界限 声称自己与这个2025计划无关 另一个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本身并不善于外交 目前在公开演讲中尽量避免涉及台湾问题 巴义问题以及俄欧冲突的问题 对中国台湾问题他还没有明确的表态 但是他选定的副总统候选人 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就不简单 沃尔茨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来中国大陆交个书 此后几十次访问中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对华友好 正相反他支持各种独立运动或访华势力 完全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 所以我们预计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 不论谁当政至少会继续加强台湾的防务 这当然是要台湾花钱增强台湾 以武剧统之实力 好 这就说到这里